你好,我是雨色 你今天看过一本好书了吗? 讲到孤儿,你会联想到什么? 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你的内心当中呢 其实也躲藏着一位 正带着被人们所了解 以及安抚的一位小孩 要访到是孤儿 从龙格观点探访孤独 与完整的这一本书的翻译 朱老师来到我们这一集的 乃哥,每位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 这一集,朱老师你好 讲到孤儿都会让我们联想到 好像从小就失去父母亲的这些小孩子 还是说其实他背后有其他更深层的意涵 是我们现在要去思考 关于孤儿跟我们之间的连结呢?朱老师 是,谢谢您这个问题 我是这本书的翻译 我们总共有三位翻译 我是其中的一位 同时也做这本书的审阅 因为你刚提到我是翻译 想说要说明一下 其实还有另外两位翻译 那确实我们在我们的人世间 有一些孩子他们是从小失去父母的小孩 然后这个是分时发生的事情 但有另外一种孤儿呢 是在我们的心里中发生的 所谓的真实的感觉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 心中的孤儿感 也就是说即便我是有父有母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像是个没有爸妈疼爱的那种弃儿的感觉 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两个例子嘛 作者呢,他治疗的例子里面呢 两位正好都是男性 一个是39岁的男性 书里面把它简称为叫做S先生 那他是个科学家 他自己就是生母不能养他 然后后来他三个月大的时候呢被领养 那养母是很爱他的 可是在照顾婴儿的这个能力上面 养母比较有能力不够 那他自己是在六岁的时候被养父母告知说 他其实领养来的小孩 所以从那个时候 他自己就一直渴望能够找到他的原生家庭 那后来也真的找到了 另外一位呢是一个叫做约翰的11岁的男孩 那他自己是在自己的亲生父母亲家中 他不是被领养的孩子 可是因为在六周大的时候 他的父母亲呢就搬迁到外国去 妈妈是主要照顾者 可是妈妈在那个背景之下 他有一些适应的困难 可能这个就铺成了他后来成长当中 一些适应不良 就是孩子到了念书的时候 就有一些行为的问题 然后后来作者去追溯 那就了解到说 妈妈可能在这个约翰还小的时候 因为自己经历上父之痛 然后虽然说他人是在孩子的旁边 可是他没有办法就是给孩子足够的关爱 可能这个就影响到约翰 后来长大之后 觉得自己即便是有父母 但是自己像是个没有人爱的孩子 这样子的孤独感 朱老师我刚听你这样讲述 再加上我看这本书 那这到底是后天的养成呢 还是说真的是在小时候的过程当中 少了父母亲的陪伴 造成了我们长大成为一个成年孤儿的心理状态呢 这两者可能都有存在 因为像那位S先生嘛 那他是被领养的 可是养父母也很爱他 他还是觉得说好像没有被爱够 那那种就是我们心里面 渴望着一个完美的父母亲的这种 或是完美的母亲的这种期待 其实也是我们内在天生的 然后像约翰呢 他是妈妈照顾他的能力上面 可能因为情绪的痛苦 所以妈妈虽然人在 但是好像给的陪伴和爱不够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像书本里面也提到 就是衣服关系不足的部分 就是叫做情绪上面的被抛弃 情感一气 所以你刚刚提到那个问题 是天天的还是后天的 其实这一直都可能是 两者都共同存在的现象 有一个观点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说修行者本身 就是你必须要面对这个孤独的感觉 才能够去走向自己内心的 这个世界当中 那这本书里面刚好有提到一个 是关于石牛图 那这个又跟孤儿的心理 有什么的一个连结呢 石牛图的这个章节 他是紧接着在炼金书的章节后面 这个书里面有讲到一些 荣哥心理学的概念嘛 因为这个孤儿呢 他去从荣哥的理论 去探讨人类性的发展 那在荣哥的心理学里面 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个体化的历程 那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长成自己真正的样子 就是将你内在的本性 你的天赋 就是能够完全地发扬出来 然后长成属于自己应有的样子 叫个体化的历程 因为我们从出生 活在一个集体的世界里面 然后我们受到就是大家文化 主流思考等等的影响 就不是自己 那要成为自己 其实需要有勇气的 然后要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 所以石牛图里面呢 他讲到就是说 你离开群体 然后去找寻内在的天性 就正好呼应这样的隐喻 就是说 我们内在的这个天性不见了 找不到你失联了 他将这个牛失踪了 然后从找寻他开始 然后来找到他 然后呢 他这个木桐呢 领悟到说 其实妄念是源自于他的内心 而不是外在的世界 也就是说 我们好像找寻的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可是重点是 该怎么跟自己的内在的状态共处 朱老师你刚刚提到 个体化的这个历程 对于一名的灵修者 尤其是我们听我们节目人 非常多的是宗教人士 或是这个所谓的灵修人 那他应该是要主动的去寻找 这个孤独感觉呢 还是说要等待他的发芽 然后再来去面对处理他呢 对于灵修这个部分 我自己的想象是说 其实可能是这个孤单感 在人的内心里面 吹出了人 踏上这条就是追寻自我的道路 和所谓进入这个灵修的过程 想要去了解人世间存在的价值 或是生命的真相 然后存在的意义 然后在这个追寻 这个道徒的过程里面 然后越来越找到自己的本像 然后我们要不断地去收服外在 对我们的就是影响 那这个过程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包括像孤儿感的这种圆形的这种状态 其实有点像是佛教里面所说的不着想 就是说它是一个状态 我认识了它 我看见了它 但我不去认同它 也就是说我不是跟它成为合一的 然后才能够摆脱这个阶段的执着 或是被它的着迷 然后可以继续朝成为自己的路上前进 那所以在修炼或者说以修行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 这个仪式 仪式它其实具有象征的意义 但去了解这个仪式本身具有背后的意涵 也不会被这个仪式的样子给着迷了 然后也才能够往最真实的自己 这个路上去前进 所以不管是孤儿的感受也好 或各式各样的原型 或者是宗教仪式也好 其实它可能都是一个辅助的过程 那重点还是看见它 认识它 但是要越过它 家庭很像我们常听到那种 关照的力量 就是我们不要太执着在某个宗教仪式 也不要太沉迷在某一个情愫里面 我们要去如实的看见这个东西 它在的那个位置 到底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讲 其实会比较让修行者知道说 其实我们应该用比较客观的方式来面对这样子一个感觉呢 因为即便像石牛头里面 最后那个木头并不是就到山林里面移居的嘛 它是回到世纪 也就是说 其实跟人的连结 才是成为一个所谓完整的人 真正的自己重要的过程 我们是不可能靠着自己成为自己真正的样子 我们需要藉由他人的映照 来看见内心很多的欲望 需求或是妄念等等这些 所以如果说想要借着自己一个人打坐 或是离群所居 能够达到所谓完满的状态 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妄想 我们还是得要在跟人的互动当中 然后去看见自己内在很多各式各样的不足 然后努力去修炼自己 这是一本非常棒的一本好书 是由心灵工坊所出版的 《孤儿从龙格的观点探讨孤独与完整》 这一本书 我觉得它可以结合灵修 可以结合心理学 同时它也结合 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内在的那个阴影 以及原型的地方 这是一本好书 那谢谢朱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余子